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早晨可以来敬拜 在 地方我们可以敬拜 在一个有屋顶的地方我们可以敬拜 在上帝所创造的穷仓里面 我们也可以敬拜 因为敬拜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 乃是我们心的问题 今天我有机会跟一个人传福音 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他完全不知道福音是什么 只是因为他听到别人做了一个见证 他就说 他就跟那个人说 那你可不可以把耶稣基督的事情 你们所讲的那个上帝的事情 更多的告诉我呢 他说我不太会讲 他说不过我找一个人跟你讲一讲 可不可以 其实我跟他没有关系 他介绍我去的时候 我根本不认得他 他也不认得我 他凭什么相信我 所以在去的路上 我就跟那个人说 他不相信我 他不认识我 他跟你有关系 你要我怎么讲呢 他就说没有关系 他说那个人脑筋很清楚 你只要跟他讲就好了 这事情讲起来容易 做起来有实际的困难 对吗 后来到了那边之后呢 就跟他交换了名片 坐下来 我就说 他就跟他说说我给你介绍这个人 他可以跟你讲一点点福音 那我就说你有什么问题呢 我问他 他就开始讲他所有的事情 讲了一堆 又讲这个 又讲那个 又讲这个 讲了很多很多以后 我才跟他讲 其实我们人分好几个部分 因为像他那样子的脑筋的人 你不能直接跟他讲耶稣基督的 他就开始跟你辩论 我就跟他说 我们人分成好几个部分 一个部分最外围的部分 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世界 我们所看得到的 我们所摸得到的 你所拥有的 你的车子 你的房子 你的钱 那是最外面的 我们的身体是真正的 那个生病是真的 那个不是假的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非常的辛苦 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就想要吃 你口渴的时候你就想要喝 所以这是个外面的 我说可是这个外面的里面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你的审美观 你对于艺术品有感觉 你对于音乐你有感觉 可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爱 就是你跟别人的关系 你会有爱情 你会有亲情 你会有友情 那些东西是比你的美感 还要更深层里面的 那个是一个爱的感觉 我说在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在里面那个东西就是一个灵 就是一个灵 只有你灵满足了 你爱才会满足 你爱满足了 你才会对这个世界有感觉 对美有感觉 然后你才会到外面来 今天也是一样 即使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都应该知道 只有我们灵里面真正的满足了 你的外面才能够得到满足 因为外面的满足不满足 并不取决于真正的那个东西有多少 而是你里面满足了以后 外面那些不足的或不够的 那从外面来的压力 就因为我们里面的抗压就能够顶住 所以只有我们灵里面得到满足 我们的外面才可以得到满足 如果我们灵里面不满足 我告诉你外面多少你都不会满足的 那个是穷人在想的 以为有钱就满足了 那是穷人在想的 你问那些有钱人他不会满足的 如果他诚实告诉你的话 那是有没有权力的人才说 有权力的人就满足了 我告诉你 等你真正有权力的时候 你有权力不会满足的 那是我们没有名 所以我们以为没有名就满足了 等你有名的时候 你就发觉你不满足 因为那是外面的东西 是因为我们不会欣赏音乐 我们就说 欣赏音乐就满足了 等你欣赏音乐之后 初期得到满足后来就不满足了 你是说 那是我不会看话 如果会看话的话我就满足了 等你会看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看话不满足的 因为那个是外面一层一层一层 只有里面灵真的满足的时候 我们才满足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边 要聚会的缘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边 要敬拜的缘故 因为只有我们的心里面真的觉得 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才会得到满足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这次看以福所书 我要一步一步的跟你们讲到 到底这一个人 怎么样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才会被改变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四章 今年过去的几次 我在本堂的主日讲道当中 我从以福所书的第一章 讲到第三章 我们今天要进到新的一个范畴 就是第四章 第四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因为一到三章 保罗主要是提到上帝的旨意 保罗是提到基督的奥秘 但从第四章开始 他就非常实际的讲什么是教会 什么是教会 以福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 非常清楚的把教会做一个说明 虽然在以福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当中 你找不到教会这一个词 你找不到教会这一个词 但是所描述的内容 完全是以教会为中心的信息 当然在我们这边讲教会的时候 完全是提到的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 或者是宇宙性的教会 也就是全世界古今中外 所有基督徒集合起来的那一个教会 那一个教会 我们称之为教会 所以它不是一个硬体 它不是一个硬体 上个礼拜金学长老 已经在我们当中报告 我们这一次出来 想要说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我们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们花了很多的钱 我们就在想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我们敬拜 因为基督之家 他们在这边敬拜过一段时间 当时是我们先看了这个地方 后来基督之家说 他们也看了这个地方 后来谈来谈去谈来去 他们先用了 他们先用了以后 是因为他们的场地需要整理 他们的场地需要扩充 所以他们就来这边先用 用了以后 他们差不多了 他们就回去了 他们就回去了 我们就说当时人家 是我们先说要用的 后来他们用了 到底好不好呢 我们就出来 结果我们出来之后发现 这里有这里的优点 但这里有这里的缺点 所以我们经过了一些讨论 经过了一些思想 当然我们就是要试验 试验 后来发现这里不是最好 不是最好 起码很多人觉得不是太方便 其实我也觉得蛮好的 这个场地多大多好 我的感觉了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是这样 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回去吧 所以那天我们长老门 一直在谈一直在谈 我们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我们就说好 那这样子的话 反正这个场地将来 因为世大运之后呢 那他们资料告诉我们说 以后也不一定能借给我们了 那我们说我们经营了半天 就是为了在这边能够 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舒服越来 我们你知道适应都有一段时间吗 等我们适应好之后 又不借给我们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长老门谈完了 那这样子我们还是回去 我们还是回去 但是我们讲的教会不是这一个教会 我们讲的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 你要知道 只有我们这些人在一起 那才叫教会 人不在一起 那不叫教会 人不在一起 分开来了 你就感觉孤单 我因为常常有机会坐飞机 你知道坐飞机的人最怕一个东西 最讨厌一个东西 就是没有接上飞机 你如果说你到了一个地方 他没有起飞没关系 我就回去过一天再来 可是如果没有接上飞机的麻烦是什么呢 你到了一个地方 你没有接上飞机 你就在那边 你要找住的地方 当然他会提供 如果你是有连接性的班机的话 如果没有连接性班 他是不管你的 你自己想办法住 那有一次 那一次我们一起 我是全家一起 平常都是我一个人 那一次我们全家一起 这个到了 到了 从罗马要飞到巴斯隆纳去 那那天到机场是我的错 我看错时间了 很少这样 人家是15点30分 我跟人家说5点30分 就那个人说还早 我们再吃一个冰淇淋再走 吃完冰淇淋到那边 他说你长老是第几个竞争纳 你再看一下好不好 我把它拿出来看 我说我看错时间了 他说怎么了 我说他写1530 我告诉你5点30 他一看表号说这个来不及了 我们开到那边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他就换票 换票完了就上飞机 后来就是折腾了半天 你终于上飞机 在飞机上等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他说对不起 我们不飞 为什么呢 因为巴萨罗纳机场不开 为什么不开呢 因为四足赛在比 就是那一年西班牙得到冠军的那一年 他说所以不飞 因为打冠亚军 西班牙人这个要看足球 把球场 把那个球场开着 把机场关了 所以我们就很生气 很生气 我说怎么有这样呢 我们就是本来自1530赶回巴萨罗纳 全部弄好之后呢 就去看比赛 四足赛 大家都约好了 结果没有 没有 后来那天没办法 我们就到旅馆去 那在那天的时候呢 我很奇怪 我在飞机上我一点都不交集 邱华就说怎么这样呢 怎么这样呢 我就说没关系 没关系 我也觉得我很奇怪 平常我要是飞机不飞 或者什么 我感觉很烦 那一天我们下了飞机之后呢 他就安排我们说你先去画票 你要知道 华人是很聪明的 华人就把所有的counter打开来 你知道吗 同时画票 或者说你们都不要动 我们难动 你不知道他那个排队排一长排 一个人一个人画票 明天都是同一班飞机 他为什么要画票呢 就说这张票明天再用就好了不行了 他重新给你弄 每一个都弄 你知道弄了三四个小时 弄得快昏过去了 到了旅馆 他还说要给你们吃 邱华跟我说不吃了 他要去睡觉 可是那天我有个很奇怪的感觉 我不觉得我流落异乡 因为我一家都在这里 你懂吗 我一家都在这里 大不了就是飞机掉下来而已 那也一家掉下来 对不对 不是我一个人 所以你要知道 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 不是讲那个建筑物 不是讲这个建筑物 不是讲临身南路里的建筑物 当然那里可能比这里好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下下礼拜就搬回去了 下礼拜要在这边聚会 记得 再下礼拜我们就回去了 那就再忍耐一次 如果你不喜欢这里的话 那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 再享受一次 今天完再下一次我们就回去了 因为我们这边试验觉得不是很成功 我们长老们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承担责任 所以跟你们讲 等一下金医长会给我们仔细的报告 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这样子的带领 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 不是一个应题 不是一间看人间的教堂 那乃是全体信徒的集合 那假如有人问说 说到底什么是教会呢 我想最能彰显上帝教会的样子 就是以福所书四章1到16节 如果我们把这段圣经弄清楚了 我想宇宙性的教会 普世性的教会我们都能了解 甚至我们进到一个实际的地方性的堂会 就说我们临生难度礼拜堂 我们也都能够明白 那是一个教会 教会怎么样的存在 怎样让弟兄姐妹在一个教会里面 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都可以透过这段圣经来明白 要了解这段经文需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我经过一些考虑之后 我就准备今天只看1到6节 下个礼拜也是我讲也在这边 请你记得在这边 我们是10点半 那今天教会报告 10月开始我们会有改变 下一周我在这边会讲到7到16节 那这段经文主要在讲什么呢 是讲到上帝和我们的关系 同时也讲到 我们和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 使徒行传四章 对不起 以弗所书四章1到6节 是讲到一个方面 而7到16节讲到另外一个方面 请我们打开圣经 以弗所书四章1到6节 或者你看我们的周报 7到16节我们今天先不念 今天先不念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 谈到那么细的部分 我们只会稍微的讲一点点 好看出1到6节和7到16节 不同之处 那么1到6节讲什么呢 请我们看上面的头影片 或者是你看你的周报里面都有 我们来读1到6节 好不好请弟兄读单数节 姐妹读双数节 我们读1到6节 弟兄请 我们位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昭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昭的恩相称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一主一信一喜 好这是我们今天 所要查考最主要的经文 在这里提到的是 教会的一致性 请我们看第二章的投影片 教会的一致性 教会的一致性 这里提到1到6节是教会的一致性 讲到的是教会的合一 而从第7节开始是另外一段 请投影片不要放到别的地方 就放到这个地方 我来念第7节给你们听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领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1到6节 刚才我们所念的 是讲到教会的合一 而7到16节 是讲到我们个人的状况 那我们个人怎么样呢 为什么前面要讲一致性 后面要讲差异性呢 因为教会能合一 是因为我们的一致性 今天当我们讲教会的合一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是把不一样的人 勉强拉在一起 不是 我们不是说你这样我那样 我们怎么样磨合成为在一起 不是 我们能合一是因为 本来就是应该合一的 是因为那个一致性 是因为那个 unity 我们有一样的东西 今天我们会分开来 是因为我们的差异性 我会跟你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的差异性 你知道这两样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没有看过任何一种描述教会 比圣经描写的更准确的 他说我们能合一 是因为我们的一致性 而我们能彼此建造 是因为我们的差异性 那今天我们如果把这件事情 没有弄清楚 你知道教会会混乱 教会会混乱 因为我跟你不一样 我怎么跟你合在一起呢 这是我们的想法 或者我跟你既然这么大的不同 那我们为什么要集合在一起聚会呢 那我的不同跟你的不同 要怎么样来用呢 所以一致性跟差异性是有原因的 在一到六节讲到我们的一致性 弟兄姐妹 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本质上 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相同的 我再讲一遍 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就是你跟我啦 在本质上我们可以说 每一个人都相同 你说哪里相同 我头发这么少 你头发那么多 对吗 我是男的 你是女的 我的个性是这样 你的个性是那样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可是我们这些不一样 怎么会说相同呢 因为是本质上一样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表现 本质我们有一样的地方 表现有不同的地方 表现我们可以说 每一个人都是不相同的 这就是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 一件需要知道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再说一遍啊 就是我们本质上 每一个人有一样的地方 可是在表现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 那今天问题在这边 相同的基准是什么 不同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相同的基准就是一到六节 不同的内容就是七到十六节 就这两个礼拜我们要讲的 这里有两个词 我们可以把它表达出来 两个词我把它表达出来 那你看着经文也可以 你看我跟你讲这两节的不同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第一节说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 他说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 所以相同的基准是蒙召 蒙召是什么呢 蒙召就是蒙到上帝的呼召 所以在这边讲到的蒙召 不是像我们一般听到的说 这个人蒙召做传道人的 不是 他就是蒙到恩典的呼召 蒙到恩典的呼召 一到六节讲我们相同的基准 就是我们是蒙到上帝恩典的呼召 这是我们相同的基准 没有一个人例外 在我们当中的 如果你是基督徒 当然如果你是木道友 我们非常欢迎你 如果你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 我们非常欢迎你 因为有一天你会跟我们一样 我们蒙到上帝恩典的呼召 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蒙到上帝恩典的呼召 没有一个人例外 我们不是自己要来的 也不会因为你来这里聚会 你就变成神的儿女 不会 这不是地点聚会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一致性 就是我们蒙到上帝恩典的呼召 那什么不同呢 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什么不同呢 什么是我们的不同呢 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这里有一个蒙恩 这个蒙恩是什么呢 蒙恩就是拿到神给我们的恩赐 拿到神给我们的恩赐 这就是我们的差异性 什么叫做恩赐呢 恩赐就是神给我们 注意听 拿来服侍别人的 所以你跟我最大的差别就是 你拿什么来服侍我 我跟你最大的差别就是 我拿什么来服侍你 我再说一次 我下礼拜会仔细的说 恩典都是为了别人而存在的 恩典都是为别人而存在的 你知道作为一个讲员 我最想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有一个好的领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好好的领会 他把那部分做好以后 对我说就好 我就专心讲我的部分 因为我能拿出来的 跟他能拿出来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如果服侍完了 就换我来服侍 不仅如此 比如说今天的领会 他带领你们敬拜 然后再来就是我带领 我就跟你们讲道 可是同时他们也是服侍我 我坐在那边的时候 我跟他们一起唱诗 我就觉得我被服侍到了 因为他这样带领我 我就这样唱诗 等到现在换过来 他们都在下面了 我跟你们讲道 你们就被服侍了 所以我们的差异性 是拿来服侍别人的 我们的差异性不是拿来比较的 我们的差异性不是拿来 表示我跟你 我比你也棒 我们的差异是拿来服侍的 所以恩赐其实是为了别人而存在的 所以这里讲道 我们的合一 是因为我们的一致性 我们蒙招 我们能够建造 是因为我们的差异 因为我们蒙恩 我们有恩赐 所以这里的经文讲到的非常的清楚 而一到一节跟七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他说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所以他说你们 他说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招 所以是你们蒙招 每一个人都蒙招 可是第七节又不一样了 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 你看到吗 他不是说我们蒙恩 他说我们个人蒙恩 就是我们蒙的恩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蒙的招是一样叫做一致性 我们蒙的恩不一样叫做差异性 我不知道怎么样描述那个 这件事情的美好你知道吗 因为我在教会里面 我信主超过 我立志做传道人已经超过四十年了 我真正做传道也超过二十五年 我在服事当中 我觉得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看每一个人 我可以告诉你们真的 每一个人都无比可爱 因为你我有一个相同蒙招的部分 还有我们有一个个人不同蒙恩的部分 我们的招是什么呢 上帝恩典的呼召 我们的恩是什么呢 我们的恩赤不同 那这个恩赤不同差距非常大 昨天我们举行一个聚会 昨天是吴勇长老生命价值传承协会的 第一次会员大会 我们在筹备会员大会 大部分的会员就那天来 就高高兴兴的就发了一个名牌 然后你就签到 然后交了会费 我们就第一次 然后我们就报告很多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决定 我们就选礼监事 可是你知道那一天要这样 是我们用了两三个月 一直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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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昨天我们去的时候 所有事情都弄好了 我看到我们家伙有个弟兄 他过去他说李长老你来了 我就跟他打招呼 就跟他握握手 然后就说我说谢谢你 他是把我们整个场地布置起来的人 他带来当然带了一群人 不是他一个人 可是你知道多舒服吗 我们进去的时候冷气开好了 电灯开好了 所有东西弄好了 那我们就聚聚聚会 今天这边也是一样 大家都以为那个椅子都自动排起来的 没有 是要有人排的 我们进来的时候觉得很舒服 我们进来的时候觉得那个 要有人从门口一直接待进来 往这边走 请上来 请上来 你知道每一个人恩赐不同 昨天我去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弟兄的时候 我就很感动 我跟他认识很多年 是我们教会的弟兄 他常常在服侍 他常常默默的服侍 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不同 我们不同 我们不同的恩赐 我们不同的恩赐 那昨天我们开礼监事会的时候 我也说我们当中的礼监事是有分的 这个人做这个 那人做那个 碰到有些事情我就是不会做 就是在那边 我昨天后来秋华跟我说 你开会开太久了吧 为什么开了一个多小时 你知道开我很会的东西 我一下就过了 开我不会的东西 我就是开很久 因为我不会那个东西 最后有人就说 那李长老 那这个部分就不要谈了 我们私下解决 你看到没有 如果让我继续弄的话 再两个小时也弄不下来 后来说开小组会议那就好了 这是恩 弟兄姐妹 这是教会非常美的事情 就是我们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如果你年纪跟我一样 或者比我年纪再大一点 你会懂这个东西 那我们做孩子 说玩过这个玩具 如果你年纪轻 你大概不知道 因为现在人都是玩手动而已 对不对 而且他就是这样子 都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有一次我就发觉 我真的不会 他们那个 他只要把手机动就好了 我不知道他在玩什么 那我去偷看他在玩什么 他只要这样子这样子 那个里面的游戏就会自己动 他不需要滑 他不需要动 他就这样子动而已 我很惊讶 你们知道不知道 为什么你们会知道呢 我从来都不知道 不过我现在讲的东西 你也不一定知道 如果你是我这个年龄 你就会知道我所说的 有一种玩具 是丹麦出产的 叫做乐高 来 知道乐高的请举手 请放下 我是调查年龄 本教会年龄偏高 因为懂得乐高的 都是年龄比较大的 乐高是一种 里面是一个突出来的 两个突出来的 四个突出来的 八个突出来的 十六个突出来的 然后把它拼在一起对不对 那个乐高 它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你把它叠起来 做成各式各样的成品 后来乐高越出越特别 可以做太空梭 可以做战舰 可以做码头 可以做大楼 可以做什么东西呢 可是你知道 他们有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们的材质都是一样的 和他们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一个的就是一个 两个的就是两个 四个就是四个 八个就是八个 他把它拼起来 颜色不太一样 他材质全部都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其实教会跟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本质上有一样的地方 如果你了解乐高 你就能够了解什么是教会 因为乐高是小小的 这些东西组成的 而每一片用相同的材质 可是你可以说每一片都不同的功能 尤其乐高发展在后来 它本来是大块的对不对 后来变成小块的对不对 你们记不记得 后来就变成每一个还不一样 还有透明的 还有人的样子 还有什么样子 后来就要拼起来 拼起来 拼起来 越拼越多 可是你知道吗 那些乐高它的材质是一样的 可是它里面的那个拼起来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以前的那一种大的 那么搞就一两块没关系 就是拼得不过完整 可是后来的那种小的 它就要拼得非常的仔细 你掉了一片 它就拼不起来 比如说有个太空梭 它前面有一个盖子 是透明的 因为你没有那个 所以太空梭就怪怪的 你总不能太空梭 那个驾驶员都直接碰到空气 那不就死了吗 所以它就缺那一片不行 所以乐高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教会很奇妙 我们说用乐高来表现 可是教会比这更伟大 比这更奇妙的事情是 圣经上用另外一个比喻 来描写教会 它说教会好像人的什么 身体 身体是有机的 身体是联络的合适的 乐高还需要人拼凑呢 可是身体自己会长 自动传递信息 传递意念 传递思想 而且它在传递的时候 非常的快速 其实教会也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有两个要紧的 第一个是教会的合一性 第二个是教会的差异性 我们的一致性跟我们的差异性 就带来了教会的美好 那我今天只要讲一部分 就是教会的一致性 我们看 一 合一的基础是我们蒙召 刚才我们提过了 合一的基础是我们蒙召 请你写下来 蒙召 今天我们就一致性稍微来做分享 这个一致性是怎么样的一致性呢 我们的合一怎么造成的呢 我们的 unity的基础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这里说 神救了我们 所以恩召 蒙召是蒙受上帝恩典的呼召 恩典 蒙召是蒙受上帝恩典的呼召 那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一样的就是 我们是蒙恩典的人 保罗说第一节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 这里的蒙召就是蒙了上帝救我们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坐在这边 或者我们说我们是教会的成员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比较好 并不是因为我会做的比较多 并不是因为我能够做这件事情 而你不能做这件事情 不是 我们能够在一起 称为教会的弟兄姐妹 是因为神救了我们 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因为这一个缘故 神救了我们 所以我们的基础就一样 所以在教会里面其实真的 我们为什么彼此叫弟兄姐妹呢 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我爸爸比我们早去教会 他们也深受洗 后来他们离开教会 后来我们就到教会了 到教会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因为我爸爸妈妈 后来也都到教会来了 我看到他是叫爸爸妈妈 还是叫弟兄姐妹呢 你知道那是小孩子在想的 他既是爸爸妈妈也是弟兄姐妹 他是爸爸妈妈是因为他生了我 他是弟兄姐妹 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生的 可是这一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了解 我们的基础是一样的 我们蒙招是蒙受基督 招我们来的恩典 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 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都是到底谁比谁强 谁比谁能 谁比谁会 不是的 其实我们所蒙的这个招 都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 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来的呢 他说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神叫我们活过来 所以一个死一个活 当我们蒙到神的恩典 我们就回到神的里面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 是在我们身上所做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其实是胜不过罪 我们其实是应该死在外面的 可是神把我们召回来 这一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一样 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好 我记得我在讲五福临门的时候 我讲到一个事情 那个事情是我常常看到弟兄姐妹 我就欢喜的原因 欢喜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他比别人长得好看 不是他比别人能干 不是他的思想比别人准确 乃是他跟我一样是这样的光景 什么光景呢 有一次我到我们教会 一个弟兄的家里面 到他们家进去之后 他家养了一只狗就跑过来 你知道狗都是这样 都很兴奋 对不对 狗都很兴奋 猫都很酷 狗一过来就跳到身上 就完了口水一直流 好讨厌 他完全不管你的脸色的对不对 那狗就很开心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家什么时候养狗了 他说没有 他说就是不小心养起来的 原来他就告诉我说 那只狗是一只流浪狗 他在外面碰到了 结果那只狗身上的毛也掉的差不多了 然后脏得要死 然后最大的麻烦是 他有一只脚是受伤的 所以三只脚 结果那只狗就一直跟着他 以后他实在没办法了 就跟着他家门口 赶也赶不走 就把他带进来 洗干净就放在家里面 放在家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给他吃 给他照顾他 他开始毛长起来了 毛也好看了 他狗 可是他说这个狗 来到家里面之后 没想到就坐大起来了 你知道狗会坐大起来的 他坐大起来 他忘了他是谁 忘了他是谁 他刚刚进来的时候头低低的 后来越吃越好 毛也长起来了 主人也跟他玩 玩得很开心 他说那只狗有的时候还会对主人生气 你说怎么有这种事呢 对不对 后来那天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这简直这狗是好狗命 你知道他讲好狗命说我突然想到 我就是好狗命 你知道我跟你在什么地方一样吗 来 你说 我跟你在什么地方一样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都是好狗命 你不要生气 用狗形容我们 我们已经不错了 是抬举我们了 其实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 是神把我们带进来的 是祂选了我们 不是我们选了祂 祂把我们带进来之后又把我们洗干净 又让我们吃 让我们活在祂的里面 有的时候你还对神生气 不是吗 你们都没对神生气过 摸摸良心吧 抱怨多不多 你什么也抱怨 你什么不抱怨的你告诉我 钱少了抱怨 钱多了你也抱怨对吗 你钱多没有抱怨因为你钱不够多 你还在钱少的抱怨里面 你永远不会有钱的我告诉你 你再抱怨吧 其实我们就是那个神所拯救回来的 可是我们回来有很多很多的 自己的想法 你知道我每次想到这些我就开心 是神把我选进来的 而且选进来不是绑在那里 摆在那里做装饰品的 而不是养在那里做宠物的 神把我们带进来不是做用人的 神把我们选进来做神的什么 儿女的 神让我们做祂的儿女 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完全一样的地方 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没有一个人 可以在教会里面骄傲呢 因为我们这点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什么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呢 不是登记在教会名册上面的人 什么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呢 也不是以建筑物做标准 什么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呢 就是蒙召 蒙到上帝恩典的呼召 进到里面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如果他没有蒙受恩典 他就不是神的儿女 一个人没有蒙受恩典 他就没办法进到教会里面来 我讲到教会再说 不是这个临生难路礼拜堂 就是那个教会 可是如果一个已经蒙召 受到神的恩典的人 他即使没有来聚会 他仍然是神的儿女 重点不在你有没有进教会 重点不在你有没有进教会 我最近传福音给几个人 他们都很难去教会 很难去教会 所以我心里面很担心 这么多人信耶稣他都不去教会 因为他不习惯 他去教会的时候他就不习惯 当然还有他的背景 我们有时候很难怪他 可是他是不是神家里的人 他是 他是不是神的教会 他在神的教会里面 因为我们不是以他外表 看起来是怎么样 我们是以他这一个人 是不是蒙到上帝恩典的召唤 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完全 一样的地方 我们跟别人一样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一致性 但不是停在这边 第四章第一节又告诉我们说 第四章第一节又告诉我们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所以第二点请你写下来 行事为人应与蒙召的恩相称 所以我们有了蒙召以后 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也得了神的恩 我也得了神的恩 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表现出 我们得了这个恩典 这个是一个我们比较 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总觉得 为什么那个人跟我不一样 我们总觉得 是不是我比他好 其实与蒙召的恩相称 意思是你说话 你的行事 到底是建造教会 还是拆毁教会 你说话 你行事 到底是建造教会 还是拆毁教会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讲话 她好像觉得教会怎么样 你不知道你在讲的是什么 你以为你讲的是对的 其实你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都是一家的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而且我们都是神的恩典进来的 有的时候我不是不想 我不是想制止她 好像我讲她说什么不对一样 不是 我是怕她不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以为我们比别人 有更多看见的时候 就是我比别人强的时候 没有 这里提到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是说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所想的事情 是基于我们的这个身份 如果我们有这个身份 我们应该怎么说话 我们应该怎么做事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 我在讲一个教会不是临生难路 我在讲一个教会是我们是个教会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 我们不太了解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以为我这个人 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对对 那个是讲到恩赐的部分 而讲到恩赐的部分 一向都是建造 听懂我的意思吗 当我讲到我跟你不同的时候 就是我要服侍你的地方 因为那是七到十六节 当我们在这边讲一到六节的时候 是在讲我跟你蒙的恩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一致的 没有谁比谁高 谁比谁会 谁比谁强 没有 没有 那他为了表明这一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另外一件事 可是他在这里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我们蒙遭的恩相称的时候 我们就会放在一起 我们会放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只有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明白 我跟你的同是这么的重要 我跟你同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你蒙了神的恩典的召唤 我也蒙了神恩典的召唤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 比另外一个人在这个部分比较强 因为不是你比较厉害 谁进得来 不是我比较厉害才进得来 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恩典才进来的 所以在这一个上面 我们是一致的 所以如果有的人看不起 别人是很奇怪的 好像你比较高尚一样 或者批评别人 其实在教会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 神让很多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发生 或者我们真的不一样 刚才第一堂结束了 我就到金元长老的办公室去 我们俩坐下来聊天 聊了一个多小时 很久没有这样聊 聊得很开心 我们就讲说说我最近看到什么 他说他最近想到什么 就一直聊很开心 你知道 我们每一个教会都不一样 那是因为我们有同质性 什么同质性呢 比如我们都是讲国语的 我们叫国语 我们讲国语的 我们讲这个语言的 那如果有的人在我们当中 听不懂我们的语言怎么办 他至少去另外找一个地方聚会 那不是他要跟我们分开来 我们是一致的 可是我们有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也讲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敬拜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如果有人跟我们敬拜不一样 我们应该很高兴 因为有些人跟我们敬拜不一样 可以显出神的伟大 可是我们一致 我们还是一样的 我们一样是因为 我们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在跟敬元谈的时候 我们两个在谈的时候 我就说 我就说其实我们 不是我们要不要改的问题 问题是要改什么 如果我们只能 如果我们的诗班 只能唱这种诗歌 你就要唱另外一种诗歌 就很困难 很困难 那我们就唱这种诗歌就好了 因为这样 我们就敬拜得很满足 那有的人说 那你再唱诗歌我不满足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为了你改 我不是说不肯为了你改 我不是 可是如果这样就不好吗 其实也不是 其实神的恩典非常的大 可是我们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这一样的部分 我们要看一样的部分 而不是一直想改 你知道我们永远没办法改 到大家都满意 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 我们就知道说 原来我们是蒙一个招 可是蒙一个招的表现 就完全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地方 我们讲不同的语言 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就产生不一样的了 就产生不一样的 第一堂我就讲到这件事情 后来张晓峰姐妹下来 又跟我聊这件事情 我就说 我就说你知道用国语聚会 跟用台语聚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当中有些人参加过台语礼拜的 请举手我看看 你参加过台语聚会的请放下 你知道台语礼拜跟国语礼拜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感觉 国语就比较好像稳定 比较稳重 你知道台语诗歌唱起来 会掉鸡皮疙瘩的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语言的表达 就是比较露骨的 比较露骨的 最近不是有一个二姐将会吗 对不对 风麦 你不要说你不知道 你内外要一致 你不要在家里拼命看二姐 跑来这边说我没看二姐 二姐是谁 其实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你知道为什么他停下来会这样 第一个他唱得好 我告诉你 第二个就是说 他那个歌词 可以打到人的心里面去 你知道有的国语歌打不进去的缘故 就是他隔一层 那在台语聚会的时候 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台语那个讲道 台语那个歌词真的不一样 因为他那个调性就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台语去聚会的时候 是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进去从头到尾 我就是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我从头到尾听不懂 唱着诗歌看着那个字念不出来 然后他们唱的我也听不懂 然后讲道也听不懂 后来我们教会要开台语礼拜了 没办法那是1994年 我至少去学 一直学 我常常开玩笑说 刚开始连翁来搜还是亚搜 就分不清楚了 就分不清楚 可是后来搞清楚了 原来翁来搜不是亚搜 那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慢慢学 慢慢学 所以为什么现在在菲律宾 我帮助一群讲普通话的中国人 建立一个教会呢 因为他们在那种讲闽南语的教会 他听不懂 他听不懂 可是这两种不懂 其实没有谁比较好的问题 如果我们明白这件事情 我鼓励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聚会 如果你习惯的话 我们在一起聚会 我们的根基是一样的 但是我刚才跟金运长老讲 我2003年讲这句话 我被骂了个半死 如果你真的很不习惯我们教会 你要再骂我也没办法了 如果你真的很不习惯我们教会 我常常讲寇烧恩牧师那里 我们跟他感情真的很好的 你过去那边聚会他绝对接待你 他不会说你是临生难路人你回去 他绝对不会你放心好了 他绝对接待你的 如果你觉得我们这里你不太习惯 你到长老会去 需要我们写推荐信 需要我们把你的受洗证书 再发一份给你 你没问题找我们 我们申请把受洗证书给你 我这一次在一个地方讲道 他就跟我说说 他在我们教会 他是政长老代的 政长老一定不记得他了 四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 三十几年前 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他在我们教会受洗 然后聊天聊天聊天 后来我替他先生施洗 我就拿我们教会的受洗证书给他 他高兴得不得了 他拿出四十年前的受洗证书出来给我看 后来我一看 我说你这个软 哪里是四十年前的受洗证书 这是最近才我们教会印的受洗证书 他说对 我去重新申请的 为什么重新申请呢 因为他要转会籍 因为他以前到别的教会去 人家都说没有问题 后来他到长老会去 人家就跟他说 你从哪个教会来的 他说临生南路礼拜堂来的 他说我怎么知道 你是临生南路礼拜堂来的 他说那我要怎么跟你讲 我就是那个教会的 他就说不 你要拿你的受洗证书来 所以他来我们教会补发受洗证书 我后来看到那受洗证书 他是最近才拿到的 还是政歌签名的 政歌签名的 那如果你要去长老会也没关系 你跟我们讲 我们不发给你一个受洗证书 那你就去那里聚会 那听清楚 如果你刚才打瞌睡 我是不理你 我现在没有叫你到别的教会聚会 我反而是说你要留在这边聚会 可是如果你要叫我们教会 改成什么样子 你才要留在这边聚会 我跟你讲有一点点困难 有一点点困难 但无论你在哪个教会聚会 就是这里讲的合一的基础 是我们蒙召 是我们蒙召 我们蒙召一样的召唤 所以我为什么有人问我说 灵恩派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太喜欢讲灵恩派的问题是 凭什么他把灵恩这两个字占走 你听得懂吗 我问你你要不要灵恩 你要不要灵恩 大声告诉你要不要灵恩 没有灵恩怎么会有耶稣 我问你 若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一个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你不可以没有灵恩 你非要灵恩不可 你不灵恩你就糟糕了 你不灵恩你信的耶稣 不是那个耶稣 因为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一个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所以你必须灵恩 有的时候我也跟那些福音派的人 其实我们被被称为福音派 我也常常跟福音派的人说 不要说我们是福音派 好像别人没有福音一样 是不是 你们有灵恩 我们有福音那就惨 你懂吗 祂如果有灵恩祂就有耶稣 如果我们有福音 我们就有灵恩 那当然 但是我并不反对别人这样分 的缘故就是因为 这是一种讲法 那不然我要信祢 祢要信张祂要信王 不能说我们都是人 是不是 我们总是说你在哪里聚会 你不会说我在普世教会聚会 你不会这样讲 你不会说我在宇宙教会聚会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你就要说我在临生南路礼拜堂聚会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我们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 二 因为教会是一群蒙召的人的集合 什么是教会 教会就是蒙召的人的集合 所以四到六节怎么说呢 四到六节我们来读 教会是一群蒙召的人集合 你今天写好 教会是一群蒙召的人集合 我们来读四到六节 四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里说教会只有一个 教会只有一个 他说身体只有一个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所以教会只有一个 亲爱的弟兄们 教会只有一个 教会只有一个 身体只有一个 所以全部得救的人通通放进来 每一个得救的人通通进来 不在有形的教会里面 虽然我们聚会必须分开了 真的没办法了 那刚才我在跟经纪长老讲说 如果我们回去 如果我们人越来越多怎么办呢 那我们的决定就是 那这是众长老的决定 如果有个好的场地 我们还是可能出去 不过如果没有好的场地 我们已经试了这么多年 那我们就继续集合 假如人多了我们就分嘛 假如有的人说 他家都住在东区 让我们有些人带出去就分嘛 因为我们一定要有感情的 因为我们不能像 Mega Church那里一万人 聚会完了走着大家都不认识 我想大家来这边 比较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说我以前熟悉的那些人不见了 不是嘛 因为人这边多嘛 场地大就不见了 因为我们教会屋顶矮对不对 看 就在这边 然后有的人喜欢这个温度 就坐在这边 这叫做寒冷区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温暖区 因为我们教会的冷气的问题 以前大家觉得冷气很讨厌 这里冷那里热对不对 出来以后又觉得还不错 按着个人的温度选自己的位置 怎么做都会有困难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一起 身体只有一个 这里说教会只有一个 所以不管你是信义中 你是进行会 你是长老会 你是地方教会 你是用什么语言的 我们是一个 可是我们聚会的时候必须分开来 我们没办法在一起 因为语言不通 语言不通 习惯不一样 有的人他当时我最近有一个人发一个 发一个line给我 其实大陆那边的 所以他是用wechat 他就问我说说 李长老你帮我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异端 那我就他就给我发了一个 一个YouTube的那个 我就上去看 我看了以后我就 我很喜欢他的讲道 我先不说他是不是异端 我很喜欢他的讲道的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 有的人喜欢这个样子 有的人喜欢那个样子 是吧 有的人讲道的时候 全身不动只有嘴巴动 有的人讲道比手画脚的 我觉得我很喜欢他这个样子 可是我听他的内容到底对不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有一些 我们需要调整的部分 可是这里讲教会只有一个 那你读下去就很好玩 他怎么说 他说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你们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 一喜一神 来 我问你 到底一主比较重要 还一信的还重要 还是一喜比较重要 还是一神比较重要 还是一个教会比较重要 我告诉你 这里不是说一个教会比较重要 这里不是说一个身体比较重要 他只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蒙召了以后 我们放在一个身体里面 怎么确定这个人是在这个身体里面 就是透过圣灵的工作 透过一个指望 一个主 一个信 一个喜 一个神 来界定这个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教会是一群蒙召的人集合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在一起聚会 在一起聚会 有时候我们做得很好 神一定爱我们 有时候我们做得很好 神喜悦我们 神一定爱我们 可是有时候我们做得不好 神不是很喜悦我们 可是无论神喜悦我们 神不喜悦我们 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这叫做 教会是一群蒙召的人的集合 所以你跟我会不一样的 我跟他会不一样的 我们会有一些不同 不过今天我们讲的 全部讲同的部分 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紧紧抓住这一个 我下礼拜讲我们的不同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那个不同是什么意思 今天我们把许多的不同 其实那个是同 那不同是有别的原因的 今天我们因为是同 所以我们这些东西看得不太顺眼 既然看不太顺眼怎么办呢 我们来读二节三节作为今天的结束 二节三节作为今天的结束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合而为一的心 所以第三点 蒙召的人因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 所以我们才合得在一起 听得懂吗 如果今天我们不是一就合不在一起 我们不能强迫我们合在一起 可是我们可以合在一起 这件事情不是神找我们麻烦 是祂给我们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都是蒙召了 所以如果你看不惯别人 我是觉得说对不起 你看不惯别人 其实是我们需要调整 不是别人需要调整 因为我们有个一 就是我们都蒙召了 我们一个一个被放到身体里面 这是圣灵的工作 让我们合在一起 我们也合成一个身体 可是这个容易吗 当然不容易 当然不容易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本质应该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表现却不一样 我常常讲这个例子 你知道有一天如果心脏看到手 一定吓坏了 说怎么有人长成这个样子呢 如果有一天手看到肾脏 他也要吓一跳 怎么有人长成这个样子呢 我爸爸那时候肺腺癌 就过了一年多 发现肾里面有一个肿瘤 医生就说可能是移转的 可能是原发性的 那我们说什么差别呢 他说如果是移转的 就不用开刀了 如果是原发性的就叫开刀 那我们说怎么判别呢 他说那个时候的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他说那时候判别的唯一的方法 就是开刀拿出来看 他说穿刺跟开刀是一样的结果 他说那就是开刀 如果开刀是跟不是都要拿掉 只是如果是移转的 那就 就因为全身都移转了 如果不是移转的呢 那就要拿掉的 讲了半天那我们说怎么办呢 我们说请医生做决定 医生不肯帮我们做决定 他说你们必须自己做决定 可是医生告诉我们说 二十比一的比例 就是百分之九十五是非移转的 百分之五的可能性是移转的 那我们说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说怎么知道呢 他说好 打开来的就知道 那时候不打开呢 不打开就是这样子放着 后来我们就讲了半天 后来我们就说那开刀好了 医生叹了一口气说 就是应该开的 所以是我们下的决定 不是他下的决定 这个也对 你不能叫医生负责这个责任 是我们家自己的事情 后来医生就开 一开出来你知道那天很好笑 我们都看了名字李岳松 李岳松手术中 手术中 后来他打一个就是说在 不是 他还在打手术中的时候 医生跑出来说李岳松的家属在不在 我们跑上去 你知道他的医生手 抓着一个东西 就当着我们的面子 来 你爸爸的肾在这里 你爸爸的肾在这里 他为了表示他开错 他没有开错 右边开到左边 左边开到右边 他把它切开来给我们看 就是你爸爸的肾 你爸爸的肾 我第一次看到人的肾 我只看过猪的肾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拿猪的肾来骗我 但是他就拿给我看 他打开来 他说你看 他打开来 你知道吗 他这里就是那种疗 他就去化验 我们跟他说是良性和恶性 不是 就是说是移转的还是原发性的 他说应该是原发性的 后来一查验是移转的 移转的 不重要了 我第一次看到人的肾 我吓一跳 我人的肾长得这个样子 我就心想说 手如果看到肾要吓坏的 对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 你跟我在一个身体里面 你看我看得不顺眼 忍耐一下 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的 因为我在开玩笑 我不是在开玩笑的 我们一眨眼 我们就到腹那里去了 到时候你会很难过 你跟我在地上拼命吵架 我们在地上不过短暂的时间 我们就去了 我们的一致性如果没有维持起来 教会不会成长的 我讲不是我们教会 我讲的是福音 所以我们的一致性要非常的看重 那怎么做呢 这里告诉我们 谦虚 温柔 忍耐 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强 理直不要弃壮 得理要饶人 叫做温柔 忍耐就是宽容 接纳别人 别人得罪我了 我给他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用爱心互相宽容 又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 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这是Unity的部分 我们既然是一家人 牙齿没有不咬到舌头的 瘦一点点你都会咬到这里的皮 对吧 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 没关系 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们的一致性 就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致性 下礼拜我们要来讲我们的差异性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现场满心的感谢 就在我们教会 这次出来要回去的前夕 你让我们再一次想到教会是什么 教会的一致性 教会的差异性 主要我们的祷告是 求你自己帮助我们 主要让我们在教会的一致性 和差异性当中我们来学习 求你来引导我们 求你来成为我们的帮助 求你来给我们有力量来面对 主要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我们讲的教会 不只是指的我们临身南路礼拜堂 我们讲的教会更是普世的教会 求你让我们在教会当中 可以经历到你的恩典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 我们仰望你 赐福我们每一个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